各位花友你们好 今天呢 又有一些新花跟大家分享 是三棵迷你的蝴蝶兰 它们三棵都好可爱 小小的 小小的珠子 可以很省地方 不用放很多地方 这棵呢 好像有香味的 当太阳照射到 早上的时候 它有一点香味 这棵花是 白色花瓣 还有中间有一点 就是讲 晶莹剔透的那种 好像闪闪一样 那个 紫色 粉紫色的 后面那个花瓣 很特别好可爱 这个 还有两个花瓣 还没开 其实现在买蝴蝶兰 真的非常之便宜 便宜过买那些假花 这棵也好可爱 这棵也好可爱 这个是小朵的品种 平时我们看到很多大棵的 大棵的品种呢 就是比较贵一点 但是这个小小的呢 它会卖得便宜很多 也可能最近就是讲 疫情嘛 我们又封城了嘛 所以它要促销吧 所以它 这些花 全部会便宜打折买 这个桃红色 它的花瓣好像湿油一样 好漂亮 这几颗花呢 都是开 差不多是开完的那个花 花瓣 只有这个两个花瓣还没开 那我选花的原则呢 就是看它 有没有多叶片 根好不好 因为我们是有 透明胶带包着的 所以很容易都是 你可以看到 一颗花 健不健康啊 最主要是叶片 叶片多 看上去就是那个根 还不错 就是这个透明胶杯 你可以看很清楚看到 好 好 这颗花就很湿润了 你看它的根很清绿色 好 好 那我一买回来呢 我就会挑走这边 这边多一点的资料 给它拨开它 好 拨开它这个资料 好 好 那你白天的时候 那你白天的时候 就是讲 放在进窗户咯 好 如果太湿的资料 就给它多一点通风 给它干一点 好 好 其实 买这个迷你花呢 是 好看过大的那些花 要很多地方 放 那还有呢 我买回来它的叶片 就会检查 也没有虫 就用这个勺子呢 烧一烧它的尘 灰尘 也不需要用什么消毒纸巾 我觉得就是更容易伤到它的叶片 它的叶片多数都有呼吸的 都有毛孔的 所以你尽量不要去用什么消毒用品 我觉得比较不好 总体来说 我这三颗花就是这样子选择的原则 好 今天还要跟大家报个喜性 是我这颗文心狼 文心狼呢 有一个囚禁发出来 有个芽 应该是有个花芽 这颗花呢 我觉得文心狼呢 是比较需要湿润的 当你看到这个囚禁呢 如果皱啊 就是表示缺水了 所以呢 我们经常要观察 看那个囚禁有没有皱啊 如果有点皱呢 就你要泡水了 它比较喜欢湿润的 那我这颗花呢 是之前是黄色的那颗 黄色的文心啊 那个花杠呢 我觉得你尽量不要去剪它 好 也无所谓 那我们测试水分 那我们测试水分 就是也是很像 手指去感觉的 测试 好了就泡盆咯 我是一般是泡盆20分钟 嗯 之后呢 还要在上面 这样子 来回淋水 浇透它 我觉得应该要浇透它 那你浇透它呢 就是它全部根 能够吸收到水分 好 好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你们的收看